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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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历史学当然也可以应用 但是在大学四年甚至年研究所应该前心的 努力的抱持对历史的好奇心 而不是把现在执政当局教我们的政治正确 然后通过历史学做公众史学 应用史学去教给我们的社会 是不是呢 我最喜欢讲的 我是你们的大学长 我们台大历史系有一个传统 反正就是反国民党 我那个时候也反 你们也反 只不过我那个时候反的是执政党 你们反的是在野党 全世界顶尖大学的学生群起反 反的是在野党 这个将来应该研究研究 那这是什么心态很有趣啊 那政治正确当然是一个对的事情 你不要写干老师反对啊 我可承担不起啊 政治正确基本上都是时代的累积 大概都是对的 但是就是因为它对嘛 我们历史学不断地通过公众史学 应用史学去说它对 然后找更多的例子证明它对 那历史学有什么意义呢 我对历史学我福音的一句是古语 叫做止于至善 我们共联 止于至善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知道这句话出自哪里 反正咋咋都会了 那现在什么 那你三秒就知道这句话出自哪里 止于至善 就是人间没有至善 所以说我们止于至善 就没有至善 然后这句话非常的有哲力 其实是不止嘛 而不止于至善 永远在追求至善 我们的追求就像 追求地平线 我们在地平 永远有个前面的东西嘛 那你都已经 你现在都已经放弃了前面的东西 不断看你的脚下嘛 然后跟随统治者的讲法嘛 这个大家一起努力啦 我们一起努力 那回到就是好奇心嘛 我们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嘛 那好奇心其中的一点 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这一讲跟大家谈到的 儒教国家与佛教传来 两个课题 一个是儒教国家 第二个是佛教传来 那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上的宗教啦 其实你跟着甘老师上 魏清南北吵死 我经常害怕 你都觉得很无聊 因为我好像都在讲政治史啊 非常的阳刚 那一方面 那个也是因为我自己的专门嘛 那第二方面 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基础课程啊 其实政治史它是一个架构 我没有要你做政治史 但是你总要知道 这个政治的架构 历史的演变的架构嘛 同样道理啊 你也没有说 你学西洋史 世界史 你从西元前 这个四千年开始学 学到今天 你对于地表上所出现的国家 你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只在思辨 你总要知道这些史实嘛 那这就是基础课程要教你的嘛 所以说我也在教大家历史的架构 我们已经讲到隋文帝上台了 隋文帝上台 然而六朝啊 有非常好的 这个文化啊 思想啊 这个面嘛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六朝研究最多的 其实是艺术嘛 文学嘛 不是我历史嘛 我有一次去参加第五世纪的研讨会 我好像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 我想说怎么有这么多人 参加第五世纪什么研讨会 这个人潮比台大医院还汹涌 那我想啊 三分之二的人 其实是研究文学 六朝文学嘛 我们台大中文系 有很多老师啊 是在研究六朝文学 就像我们现在院长 正与老师很多了 就像刚过世的 这个林文岳老师 林文岳 林文岳是我 是我这一代啊 尤其是我老师那一代的 台大历史系的女神啊 我都已经算不算 我们上一辈的人 她是我们 这个台大历史系的女神 那他们 讲到这个林文岳 他们都会认为 台大跟岳有关的这个遗址啊 不是遗址都还在 这些地方呢 都跟林文岳有关 什么罪月湖 这个都是搭鬼城 那这些人他们都研究六朝的文学 六朝的美学 这个大家自己找论文来看啊 论文来看 那我讲的比较少一方面 当然是基础课程啊 我也讲的比较少第二方面 当然我们看六朝的这个文学 美学 唯有我的立场 历史学家要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背景的前景化 你一定要记得我给你讲这件事情 人文学研究 人文学研究都有立场嘛 都有立场 我们不需要掩盖立场嘛 不要去伪装中立嘛 你就把你的立场说出来 但是你不能够不经常反省自己的立场嘛 你连自己的立场都在伪装 历史学不需要伪装立场了 我们不是自然科学 当然对不对 你今天台南人都跟我讲 台南的东西很好吃 我不以为然啊 我也不觉得什么好吃 那是为什么 那你就说我台北人嘛 那你台南人嘛 这种感官的东西 反正你觉得好就好嘛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人文现象嘛 是不是呢 当然我还是觉得台南东西很好吃 如果台南的同学 你要请我 我一定去吃 我到任何地方 我都觉得每个地方东西都好好吃 那我叫后期 你就找我去 那这是立场嘛 但是自然科学没有立场嘛 你不能告诉我说 因为我是台南人 所以我看到的黑板是白的 没有这件事情啊 人文学是有立场的 那所以说为什么 为什么人文学必须要 所谓的背景的前景化 我把我的背景跟大家讲 所以你看到很多 这个外国的历史学 他开始跟你讲说 我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啊 你要怎样 我有女性主义来看这个世界 你要把你的立场讲出来 好比说我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我就是一个左派 是不是呢 那就好比说 这个很多人会在 会在这个 王羲之的 这个蓝亭集续 看到美感 我跟你讲 我看到的都是奴隶主压迫了 都是奴隶主压迫这些人 那当然嘛 你在那边纳粮 你在那边驱水 你很快乐啊 奴隶都帮你啊 当然我是在讲一面 我是在讲一面 我故意在讲这一面 那个就是立场嘛 立场 就像很多同学 喜欢死了日本人 喜欢怀念日本殖民嘛 是不是呢 所以说你看到那个日本老照片 就说这个日本老照片 太感人了 很多日本老照片 都是一排日本军官坐在那边嘛 后面站几个台湾人 我还看到有人说 这个你看嘛 你看日本人就是很有精神 这个日本军官就一副很有威 讲得真好 我常常想说 我前面换几个外省 国民党员 国民党员就说 这就是压迫 你看压迫啊 那些作威作福的外省人 那你问为什么立场嘛 谁看得出这张照片是什么呢 你就是你的立场嘛 你就把你立场讲出来 说你喜欢日本殖民嘛 你想回到日本殖民就好啦 何必装呢 大家 那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讨论 讨论历史学 基本上 基本上 为什么跟各位讲 curiosity 的原因嘛 就是在你做研究的时候 尽量抛弃你的立场 去观察这个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 多看看这些事情 反正呢 你的立场啊 如果这么容易被改变 你上了甘老师的课 就完全福音甘老师 你的立场有点问题嘛 所以说你不用害怕 多尝试各种的 多去修一些课程 多修各式各样的课程 多受各种的训练 那历史上的宗教 首先啊 这个右边 这个是很有名的天坛 北京的天坛 我去过几次了 去过几次 反正人山 人山 人海 我自己是做教室 祭祀的研究了 所以看到这个天坛 是很有感觉 那你今天如果有机会到北京 当然应该去看看 看看这些 应该去看看 看看故宫嘛 故宫 而且你应该觉得很骄傲 是不是呢 当年帝王的地方 你买张票就可以看了 你应该很高兴 那就看到这些建筑物呢 却很多人在讨论 就说中国是一个 没有宗教的国家 那这种话 大概很多人也不太相信 就是有啦 中国有宗教啦 但是宗教只是 其中的一个仪式啦 宗教其实影响中国很少 那这种东西 明明白白的摆在这里 你却完全忽视它 那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好比说 这个儒教是否是宗教之争 这个讨论的很多 那关于第一点 重施历史上的宗教 这是我这一脚的课题 所以我后面会再次 跟大家提到 那儒教是不是宗教 我在三十几年前 写论文的时候 我写儒教如何如何 结果被退稿 因为审查人说 中国历史上不曾使用儒教 儒教不是一个宗教 它是一个思想 那这种审查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 因为那时候没有全文检索 然后变成我要去证明说 有啦 你看这个地方有 那个地方有 现在没有这种批评了 因为你去全文检索看看嘛 是不是呢 当然你也可以说 为什么儒教这一词 在过去那么受到人家讨厌呢 其实他又有一个很有趣的道理嘛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用儒教的是日本人嘛 这个是另外一个 你要去讨论出来的嘛 八卦嘛 历史学如果不能够研究这种 这种事实的底层 那你研究历史干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人 那么讨厌儒教 反正这种就是日本学者嘛 那甘怀珍这种就跟着日本学者说嘛 这种欲加之罪 那儒教是一个中国自己使用的一个词汇 那大体上来说 你可以去查这个词的由来 而你要做研究的时候 你要记得查一个词汇是一件事情 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 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不能告诉我说 好比说你可能在东汉后期 查到了这个词汇 你就跟我讲说 儒教起源于东汉后期 没有这种研究的 一个字 一个字跟它的概念 跟它的事实 是会不断地去演变的 儒教当然是一个宗教嘛 你看到中国的皇帝 一直到袁世凯 都还在这边祭祀祭天嘛 举行很多的仪式嘛 但你可以跟我讲说 老师这个仪式是假的啦 反正就是做做样子 这个你可以说明 但是儒教当然是一种宗教 那我特别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过去的历史学研究 过度地忽略了宗教的重要性 是因为 是因为第一方面 近代化以后 我们觉得宗教是一个落伍的东西 那落不落伍是一件事情 历史学不是在讨论进步的东西 就像我在大概三十年前 一个研究开始出现 就是气 就是气的研究 为什么三十年前的学者 不重视气的研究 你翻开中国的过去的史书 气很重要啊 就好像你看到一个人 你的气色很差 气明明是中国文化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概念 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研究它呢 因为觉得它落伍 觉得它落伍 但是落不落伍是一回事嘛 气的观念深刻的影响到 中国文化各个层面 宗教也是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时间不多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国家的出现是跟宗教同步的 那现在为什么你感受不到 国家跟宗教的关系呢 因为 因为近代以后 国家的世俗化 或者你说除媚 国家被除媚 就说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东西了 那这个其实是Marx Weber的话 Marx Weber 如果你有兴趣 你查马克思 韦伯 除媚 现在呢 网路上都教你了 搞不好还有YouTuber教你了 现在只怕你没有keyword 你不想学了 什么都嘛 那因此我们都忘了 国家的出现 其实是跟宗教是同步的 那为什么在中国史研究当中 我们把这一点忘记呢 因为第三点 就是人文精神的迷思 那最极端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位中国史的 或者思想史的大师 叫徐富冠 他是谁 我把人查查也就知道了 当然他早就过去了 他是中国20世纪新儒家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徐富冠 他有一篇文章叫做西周初期 人文精神的跃动 我可能字没有讲的完全是对的 他告诉你 从西周初年 从什么周文王 周武王 周公开始就开始出现人文精神 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定义 那为什么会不断的强调中国是人文精神呢 这也有趣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20世纪前期中国遇到整体性的失败 中国失败面对西方 当你失败了以后 你就会讲说 那是因为你们西方的宗教 我人文 我的人文在西周初年就有了 你可以说这是失败者的反扑 那你们西方的人文 16世纪才有 人文主义的出现 我中国呢 西元前1000年就有了 所以中国其实是胜利的 就像各种的对照 中西对照 都不要再相信了 不要再相信什么中西对照 就好比说什么西方呢 西方是物质文化 中国是精神文化 这个怪怪的 哪个文化不都精神跟物质吗 那我从来不觉得 中国有什么特别的精神文化 我不是说中国话不好 你不要把干老师这个话都推着 中国不好 我不觉得啊 我不觉得 我觉得中国非常的物质文化 每次到了Christmas的时候 好像还蛮久的 Christmas 那每次到Christmas 我都好高兴啊 我觉得Christmas的歌呢 都好精神哦 这个非常的精神 然后呢 到过旧历年的新年歌 就什么恭喜发财啊 红包拿来 觉得这个熟透了 但是 你告诉我 那是文化的类型吗 所以不要再讲什么 中国是精神文明 西方是物质文明 没有这件事情 每个文明都嘛 有它精神跟物质 人文精神 当然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我没有时间讲 但是不要过度强调嘛 那有的强调到极度嘛 就说中国重视人 中国的文明重视人 那西方文明重视狗吗 猫 它重视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说西方文明重视神 他们要讲 神爱人啊 基督教的神是为了来救人啊 不要讲到极端啊 讲到极端的人文精神 我们讲到这个宗教的政体的出现 这几年我在讲天下政体了 那我有一篇小文章 我再给大家 就是我这几年啊 这个出版了一本啊 这个重视天下 也做了我篇文章 那我们在讲西州政权的出现 那西州政权的出现呢 有几句啊 有很重要的 一些他们的意识形态啊 在诗经里头 第一个是很有名的黄语 这个诗经黄语头讲说 黄语上帝 临下有鹤 坚临四方 求民之末 我们现在还在讲明末 人民的痛苦 然后求民之末 那这是讲一个伟大的上帝 他在天上 他观察四方 发现 为什么我任命的这个 这个商咒王太烂了 我把他换掉 我换掉 我看看 看到西方的那个周文王很好 所以说他就跑下来 跟周文王在一起 指导周文王的军队呢 把这个伤亡给 给给除掉 那这种诗很有名了 但是我们过去都认为 理所当然 这个本来就会有一位上帝 然后他帮助人民 而且他是求民之末 因为人民的痛苦 他要立一位王者来帮忙 来解决人民的痛苦 那下一句话叫做 天生争民 有物有责 民之秉宜 好事宜得 那天生了真名 这些人民啊 为什么我们要疼爱他 因为他是天生的 他是天所生出来的人民 然后呢 天把他立下了一些法则 跟提供了他们一些物 物质上的东西 然后呢 他们需要一个好的君主 来 来统治他 然后再下一句 他说诗文后继 克比佩天 立我争名莫菲尔吉 以我来谋地命率欲 重点就是说 这个因为天啊 疼惜人民嘛 派了一个好的人 就是后继 而且呢 他带来了来谋 就是小麦大麦 这些古物 让这个王交人民种植 这些古物 让大家物质生活很好 这些诗你今天读起来 好不感动 好不感动 不是废话 理所当然 但是这是政体的革命 这是一个政体的革命 也就是说 国家有照顾人民的责任 要让人民过好的生活 今天你要跟我讲说 我想今天是5月13号嘛 在7天 就是我们的新的赖总统要上任 如果赖总统上任了 他的这个文告当中呢 讲说 我赖清德呢 要让台湾人过好的日子 一点都不感动 你这不是废话嘛 但是这个时间点上 它是有意义的 你要知道 在这个时间点上 的统治者 他没有要让人民过好的生活 我跟大家介绍过嘛 我年纪大了 抱歉 有些例子呢 我有时候顺口说在 我也忘记 我没有讲 欧本海默 就是那个 原子弹 那个奥本海默 那这个地方可能翻之后 欧本海默 他有一本书叫做 国家论 国家论 它是一个早期的 很经典的 谈国家的出现 他就跟你讲说 国家成立的目的呢 反正第一个 他就要想让跟你收税 收税 他为了跟你收税 不好意思嘛 他就帮你做一些事情嘛 好比说 帮你主持司法正义嘛 当你们有纠纷了 然后我来做裁决者 所以这是司法嘛 那第二个 我保护你嘛 不要让另外一个 我做一个黑帮 国家一开始都买黑帮嘛 我是一个黑帮嘛 我来统治你 但是我保护你 不要让另外一个黑帮 这个支配 人民也就很高兴 这是最早期的国家嘛 你也可以说强盗国家嘛 可是这个地方 就开始出现 人民是天的小孩呀 等等 那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当然都是跟宗教有关嘛 西周初年 他们相信一位 黄乙上帝嘛 这位上帝在诗经里头 会亲自降临 会亲自降临 跟文帝 跟这个文王讲话说 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你不让我揍你 不然我会打你 他训斥文王 那这个你应该当成是一个革命 念历史学一定要注意啊 你不能把很多事情 视为理所当然 那这些诗 为什么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呢 因为被儒家经典诠释 儒家说呢 这就是我儒家的道理嘛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你相信他讲的 这绝对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嘛 重要的变化 我要告诉大家 那我是一个强调外来文化会改变当地文化的人 一个当地文化 你没有外来文化的刺激 你一百年两百年两千年五千年五万年都不会改变 人是不会改变的 人不会改变 这是非常奇怪 你不会 你就是不会改变 你一定要有个外来的刺激嘛 那当然我个人也相信西州的这位上帝 是一个从西方来的上帝嘛 那至于研究是怎么做 这另当别论 那总而言之 宗教 西州他们相信了一种宗教 这个后来啊 应该是孔子他们说 他说这个宗教就叫做天嘛 他们对天的信仰 天的信仰 那天的信仰决定了中国其后三千年的信仰 三千年的信仰 过去我们骂一个人 无法无天 这是在中国文化当中最大的批评嘛 无法无天 但是这句话的反面 很多人说啊 你看啊 这个历史上说中国什么无法无天 因此中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文明 你的史料是这样解读的啊 你有这句话就是看到反面嘛 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强调法跟天嘛 当骂人的时候才会骂你 无法无天嘛 而中国文明强调法跟天 就代表中国文明完全遵守法跟天 你那么好骗 你那么好骗吗 是不是呢 就像今天中国很多的官服 今天他们的衙门里头 就写五个字嘛 叫做为人民服务 你看为人民 很感动 那你真的相信官员都在为人民服务吗 你那么好骗吗 但至少他写出来了嘛 为人民服务嘛 当今天发生一个大灾难的时候 共产党的干部就跟你讲说 我当初不跟你讲为人民服务吗 你赶快冲进去救人啊 是不是呢 所以他一定有用 但是隔眼嘛 你也不要太相信嘛 然而像这一些道理 它都出自于新的宗教 新宗教 那至于新宗教是什么 另当别论啦 我可能在一两个月呢 我有一本新的书要出来 讲天下的诞生 去讨论这些课题 但是我不能把我的魏晋南北朝思呢 往前讲到这么多 然后第二个变化 就是我这边讲的 战国国家体制 那有一句话叫做 神道社教 这句是《易经》里头的一句话 你看到神道社教 这四个字 你毫无感动嘛 因为你觉得这不是废话吗 你的想象当中 都会有一个国家出现嘛 这个国家呢 就有一个统治者 这个统治者 就会去利用宗教 来统治人民嘛 就好像利用宗教来骗人民嘛 很多人的想法其实也就是这样嘛 我就利用宗教嘛 那神道社教就利用神头来欺骗人民 让他们来支持统治 宗教有没有欺骗人民 这个不是我们历史学要去解开的啦 这个跟我们历史学无关 然而神道社教啊 其实它是反面的嘛 也就是说有一套神道出现了 这一套神道 就像你前面读到的这些诗一样嘛 有一套道理 就说一个上帝 他应该要来拯救 治理人民 让人民过好的生活 这是一套神道 那这一套神道如何可能 神道如何可能 必须要有国家嘛 你要有官员 有统治者 才能够实施这一套神道 就像下面讲的斯文后继 你要有后继啊 你要有这些官员啊 地命率域 你要有一个官去治理 去管理这些人民啊 所以说啊 就历史学来说 你也可以说到底是国家利用了宗教 还是宗教利用了国家 这个是有趣的 你问我 我觉得更是宗教在利用国家 有一套神道出来了 然后他利用了国家 但不管怎么说啦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 为什么在战国时期 会出现大国 最有名的就是战国七雄嘛 战国七雄 你应该把它数出来 然后你可以再加上四川啊 再加上几个地方嘛 大概十个国家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 这些新的战国国家体制呢 过去我们都认为 反正就是水到渠成嘛 它自然就会演变嘛 从西周就演变到春秋 春秋就演变到 那这种 这种思考方式啊 如果你要我批判它呢 都过度的忽略了 外来文化的影响 你要问我我还是会认为 这些东西跟当时整个欧亚大陆的整体变化 有极大的关系嘛 好比说中亚的变化 西亚的宗教的出现 你应该知道 这个犹太的先知运动 波斯运动 更重要的是希腊嘛 这个时候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泛希腊化的时代 想到一位人 大人物 亚历三大大帝嘛 他征服了这么多地方 他的东边已经到了新疆嘛 那这些文化肯定进到中国 今天我们虽然啊 不可以信口开河 历史学院要去找证据 但是至少我们在 一米举上面都觉得一定会进来 一定他一定进到中国来 那当然啊 最近这种文化传播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又受到重视 那我想理所当然嘛 尤其DNA研究 然后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文化传播的研究当中 接受者是有他的主体性的 你要知道文化传播理论 我要跟大家讲几个重要的原理 它是一个人文现象 不是一个物理现象 什么叫物理现象呢 就水往低处流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接受你 因为我的文化比你低 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 这水才会往下流 文化一定有受者 接受者跟传播者 接受者一定根据 他的主体性的需要 而且啊 基本上 接受了外来文化 在改造的文化 经常是更好的文化 中国接受了很多中亚的文化 西亚的文化 我刚怀真也是接受这个理论 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你说 那个文化一定比中亚低 西亚低 没有这件事情 日本人也接受了中国的豆腐 可是我坦白说 我觉得日本人豆腐做的比中国好吃 日本很多的书法写得很好 你没有说接受者是低的嘛 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说 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 很多的中国史学者 中国史学者抗拒 抗拒这种西来说 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把所有的文化都说 是自己自然演变的 没什么道理 而且违反史实 一定是外来 受外来伺机的 这个是西来说的一面 但是我也知道西来说会被用来讲另外一面嘛 就是中国是一个不好的文化嘛 他都接受西方 这也是蛮无聊的 欧亚大陆一体嘛 文化不断的在每个地方被改造嘛 所以说文化只有你那个地方变得好 而不是你到底是不是第一手的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战国国家体制的出现 我个人深信 我个人深信 他受到希腊化文化的影响 是非常深刻的 希腊的神学进到这个地方来 还有波斯啊 你不要忘了波斯啊 还有啊 其实在战国再晚一点 还有阿玉王啊 再晚一点 还有桂双啊 这些今天我们都认为 它给中国非常大的影响 深刻的影响了战国国家的体制 有几个国家 比如说齐国 我们相信齐国 他们跟新疆的枪族之间 有很大的关系啊 楚国啊 你为什么会认为 楚国有这么高的文化 甚至像老子啊 庄子啊 什么老子往西方去画虎什么 这个都有道理啊 其实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为什么是楚国 那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了战国国家的出现 然后呢 这些国家呢 开始形成一个 我们所说的天下 而孟子啊 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天下定于一 有人问他 天下乌乎定 他说定于一 最不好的 最烂的历史解释 就是说啊 他预言了秦始皇 会统一中国 这乱讲 那他只是告诉你说 在当时的形势当中 每个战国的国家 他们结合成一个政治的联盟 表现在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之间的联盟 所以说他说天下会定于一 那孟子认为如何能够定于一呢 他说呢 会有一个国家的君主得到了天命 然后其他国家的君主呢 都会接受他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天下国家的联盟 你问我这个有没有实现 当然没有实现 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 但是我过去都经常笑这些人 我觉得这可能迂腐这些人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笑他们了 我觉得有可能啊 不是不可能啊 至少他们相信这是真的 这相信是真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诸子百家的学说 其实都在建构 这个天下如何能够定于一 但是天下最后 这是右边是秦始皇陵 那秦始皇陵的确看了以后 令人非常的惊讶 惊叹 可见的多少秦国的历史 没有被写在史书当中 那当然秦始皇政权今天啊 一个基本的尝试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会统一 就是秦始皇啊 就是秦始皇啊 因为你也可以不要统一啊 秦国其实已经治理了 当时中国的西边嘛 基本上是东西对立嘛 照理说应该是秦国治理了西边 齐国治理他的东边 但是齐国很弱 后来没有成功 那到了西元前 西元前250年秦始皇上任 他才疯狂的要消灭东方六国 不是理所当然的啊 历史学最烂的就是因为他统一了 秦国呢 从这个春秋时代就想要统一中国 没有这件事情啊 就像说这个1937年 卢沟桥事变中日大战爆发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日本疯狂的侵略中国 那许多人就说日本其实很早就要侵略中国 啊他们从牡丹色事件开始了就准备要侵略中国 这种线性的历史论是很糟的 但是问题就来了 那为什么这位秦始皇 他在西元前250年上任以后 就疯狂的 他疯狂的要去征服东方六国 当然可能我在猜了 这是我在猜啊 猜的不只是我 或许他深受着他西边的文化 有一个强国的影响 这个强国是波斯嘛 是波斯 波斯在这个时间点上 在战国时间点上是世界最强大的帝国 那或许他的宗教 他的文化都深刻的影响了秦国 秦国很多的文化是受到他的影响 好比说秦国发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木检上面去科字 然后在公文上中去传 这个都极有可能是学习了波斯 那我们越来越重视这一点 你将来如果你要从事历史学的研究 你都可以否定甘老师跟你讲过的 甘老师讲都错了 但是你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议题 要去做这个研究 证明否定 你要证明它或者否定它 因此我个人相信 其实皇统一天下 那个是有一个使命感 这个使命感从哪里来呢 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件事情 他疯狂地要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他相信了一种西方宗教 那我个人是这个课题的研究者 当然我说这个事情是有它的道理 但不一定是对的 历史学就是这样 甘老师不是随便乱讲 不是随便乱讲 我也不是个网红 那我讲了有道理 但有道理不一定对 这就是学术 就是说甘老师一定是根据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深思 我讲这个 但是最后我可能是错的 这就是学院嘛 学院的东西 那因此呢 他通过了这个新的宗教 那当然这个新的宗教 极有可能相信的 你问我他相信的是不是一个 跟波斯一样的上帝 这个我不会 这个我不会 这个太难了 同学们有没有兴趣做的 我已经老了 我做不出这个来 那他在新院前二二一年 他一上台做了第一件事情 就是义帝号 这个帝号你们都知道 一直到溥仪下台 叫做皇帝 那什么叫做皇帝 另当别论 那在当时啊 这个皇帝是指的 应该指的 他是那位光明伟大的上帝 他就是上帝 他就是一位上帝 我说这是一个西方宗教的理念 那所谓的上帝的意思 就是他通过他特有的 自己的一个庙 叫做极庙 那这个极啊 极有可能是北极星 所以他相信的 他相信的应该是当时认为 最powerful的一位上帝 这位上帝叫做太一 他相信的是这位太一上帝 那这个太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泰国的太 太一 那他祭祀这位太一 所以说他具有跟太一上帝 同位格 他们是一个同位格 所以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他做的一件事情 是到处去巡视 我们过度的看秦始皇征服中国 其实他靠的很多的方法是宗教统合 所以他到处去视察 也跑到湖南啊 香水上面去视察 他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收编那些地方上的神词 中国当时每个地方上都有他的一个神词 我也做过神词的研究 但是时间关系我也不多说了 关于神词的研究 我们知道打败秦始皇的是楚国 是楚国的体系 那不管是项羽或者刘邦都是出自楚国 而刘邦这个获胜以后 那他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他最后选择是跑到关中 去继承了秦始皇的皇帝位 去做了这件事情 那他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 历史学家永远不会知道 一个人的心路历程 如果同学们很有兴趣 知道刘邦的心路历程 那你写小说嘛 那历史学只能够从客观面去看嘛 那我常想历史的决定点 搞不好是跟他枕边细语的 他喜欢的女人跟他讲说 小邦啊我们去关中吧 就去了 我觉得蛮有可能 但是历史学家推不出这一点嘛 我只能说 当然他都关中第一点 他也去接受了某种西方的宗教 因为皇帝是一个西方宗教的一个头衔嘛 这个很有利嘛 那第二个当然要对抗匈奴 我们知道啊 其实一个国家很多的政策 都是在对抗他的主要的敌人 这个敌人就是匈奴 所以他要去都在关中才能够去对抗匈奴 但不管怎么说嘛 他是楚国体系的人 所以说他上台以后呢 东方的这些信仰又复活了 很快乐 至少不会被打压嘛 那其中一个儒家的领袖叫做董仲书 他开启了奴教运动 他希望能够能够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宗教 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春秋返路 我这边写说董仲书开启了奴教运动 各位要知道 我刚才在跟大家辩论国家跟宗教的关系 国家作为一个宗教 他们这个由国君去祭祀天啊 祭祀地啊 祭祀每一个神词啊 有各种诸神的体系啊 这个不是儒家发明的 这个从战国以来就是如此 如果你有兴趣去看 去看史记的封禅书 如果你喜欢念封禅书 你就念好了 反正很多事情我也就习惯了 我也不太坚持你 你高兴念你就去念了 那你问我说到底应该念封禅书 还是封禅书 我也不知道了 反正我就是念封禅书了 我不觉得我对 那你去看 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你也可以说一套宗教 有神学啊 有神职人员啊 有经典啊 念经啊 神像跟拜神的仪式 这一套国家宗教 在战国时期还没有那么成熟 在慢慢变 但是大体上就是你要有一套神学 你要有一个神职人员 你要有经典 还要去念经 你不要认为念经是理所当然 那个是战国国家宗教的发明 那战国的国家宗教 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明 我也不知道 那我经常想要或许从希腊来吧 从希腊来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讲希来说 即使你做这个主张 这个文化传播是一个波的现象 我会再跟大家讲 它是一个波的现象 它不是一个光的现象 它不会从巴格达直接照到西安 没有这件事 它中间是不断的传播 而且可能传播一千年 一个巴格达文化传了一千年 传到西安 这个来的人完全变了 那也不是希腊人 也不是今天的伊拉克人 那中间经过了什么 它可能经过了这个小亚细亚 中亚 然后经过新疆 经过河西走廊 那这个变化很大 这一点各位也要注意 没有 就像我们今天讲 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 我应该下一讲 会跟各位谈一下 其实中间经过了朝鲜 它是朝鲜 经过朝鲜 所以它一定是个波的现象 那不管怎么说 这一套宗教 最早采行的是战国的国家 那实际讲了几个国 实际讲了三个国 一个就是齐国 一个是楚国 一个就是秦国 那他们已经有了这一套 这个仪式 或者你说宗教 这个不是董仲书发明的 董仲书没有去发明一套儒教 那这一套东西 你随便想知道 它当然也不是孔子发明 孔子没有发明过儒教 孔子讲一套学说 讲一套学说 那谁也讲一套学说呢 释迦牟尼啊 释迦牟尼也没有发明这一套呢 也没有啊 所以现在如果你是一个佛学信仰者 你经常在讲 那什么叫正信的佛教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释迦牟尼说的 释迦牟尼也没有说过这些东西啊 他也没有叫你去建一个神像啊 建一座庙 释迦牟尼也没有跟你讲 释迦牟尼呢 他是坐在菩提树下悟了一个道啊 他悟了一个道 那道是什么我也不会讲 于是呢 他就非常积极的想把这个道呢 通过师生团体 他的学生到中亚各个地方 去讲我老师这样讲 我老师讲的是一个真理 你学他 那这一套东西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神学嘛 你也可以说佛教就叫做佛学嘛 那儒教叫儒学嘛 孔子也是一个师生团体呀 孟子也是一个师生团体 他们都在传播这一套嘛 但是这一套的佛教 佛学 他到了中亚 被中亚的这一些国家吸收了嘛 被他们吸收了嘛 像建陀罗嘛 最近研究的人很多嘛 建陀罗 怎么写 应该是这样写啊 为什么要写这么难的字啊 建陀罗 建陀罗 那我最近 最近那个比较 这个 很容易念的 或者你可以去建 这个新来浙江大学的孙英刚教授 他们都有相关的研究 讨论建陀罗嘛 你去看那个 你去看那个建陀罗的那些佛像 早期的佛像 长得都马上 长得都马上 希腊人啊 都跟希腊雕像 希腊的雕像很像啊 所以说基本上你应该讲说 中亚国家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国家宗教嘛 就跟战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国家宗教嘛 秦国也有他一套国家宗教 秦始皇灭了六国以后 把秦国的国家宗教在全天下实施嘛 当然有很多反弹嘛 那建陀罗 他们是接受了佛学嘛 就把神学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佛学 但是后面很多地方 其实是跟原来的国家宗教有关 其实你撇开啊 这个宗教的这个繁离 你去看基督教 佛教 其实他们的仪式很多地方很像啊 念珠啊 和和时 其实很像啊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由来 那董众书要做的是什么呢 董众书要做的是让汉的国家宗教里头的神学能够采用� 他就是做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阶段啊 其实他们有的他们的经典 儒家的经典 关于这个的经典 主要在《礼记》这本书里面嘛 你去看《礼记》这本书里头也记载了关于这个诸神的体系 诸神的体系 其实儒家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们自己没有关于神学 神的观念 其实就是当时一般的观 一般的观念 只不过啊 只不过他要加上儒学特有的东西 那我说来话长 我也长话短说 我把这套东西叫做东方宗教 那这个东方宗教呢 他是相信有一个天 然后我们活在一个天下当中 这个天下呢 是通过名分来运作 那你要知道啊 你要知道当时人的观念 为什么在战国时期会有这一套宗教的观念呢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相信一套宗教的观念呢 因为在战国时期 社会经济的变化很大 其中最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史记所说的货值 我也跟你们提起过 西元前第五世纪以后 在中国是一个大开发 大生产的时代 看到一座山 突然间凸掉了 树木都被砍走了 是一个大开发 大生产 原来的沼泽地 现在变成了田地 我想对人的心里的震撼是很大的 今天的人如何去解释这些变化呢 科学啊 是因为科学啊 科学改变了这些啊 而古人的理解方式是什么呢 宗教啊 因为 因为呢 因为呢 众神之力嘛 众神之力什么叫做货值 值啊 值就是土地呢 有一个力量可以把东西给生出来嘛 那土地为什么会有力量 可以把东西生出来呢 因为有神力在里面呢 或者你说有灵啊 万物有灵 有灵在里面呢 因此你如何让土地有一个力量把各种作物生出来 让它有神力啊 因此你做一个祭祀嘛 把那个牛啊 把它给埋进去嘛 让它腐败以后呢 变成一个力量 换言之啊 就说 为什么董仲书啊 董仲书这些儒家呢 他们这样的积极想去推动儒教 因为呢 他们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真理 他们发现了一个真理 那你自己问我说 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他们发现了真理 我也不知道啊 或许有人对他讲话吧 有神出来跟他讲话 我不知道 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可以运作 是因为众神之力 而众神为什么会出力呢 是因为要有一个天地人的协调者 那个人是天子 因此要建立天子 这个天子去协调天地人 让众神能够出力 就像现在下雨 一定要有雨神 他在这个春天的季节当中去下点雨 雷神能够打雷 这个各种的气才可以复苏 有风神吹来 宇宙各种的事物是由神 由众神来决定操作的 于是天子的职责是要跟那个众神当中最大咖的神 就是天神上帝去跟他讲 在时间到了跟他讲说 已经春分了嘛 你可不可以调动一下你的众神啊 我们要下雨了 你让人民有收成 所以说一定要 一定要有一位天子 而且这位天子 他是成天之命 他是受天所委托的 这位天子绝对不是上帝自己 这是东方宗教跟西方宗教最大的差别 你也可以说经过汉朝以后 中国的皇帝他不是神本身 皇帝不是神 皇帝不是上帝 他是上帝的委托者 而这位上帝啊 他如何委托这位皇帝呢 上帝从来也不讲话嘛 那他的委托的方法呢 就是有经典嘛 所以说希望你皇帝呢 要看经典 根据经典呢 来实施你的政治嘛 可是经典到底是写什么呢 由儒家解释嘛 是为什么儒家开始要掌权的原因 好 那这个国家也需要有百官 来做这些行政的工作 这些行政的工作 是要治理人民 治理治民 成为一个keyword 然后管理万民 总而言之了 从董仲书开始啊 他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天子祭天地 要有交世 而且这位天子 这位天子是要为万民祈福 帮万民来做事情 这个跟楚国的宗教的轨道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儒家是神道 神道社教的神道 什么叫做鬼道呢 鬼道就是相信一位大神 这位大神呢 反正管他什么由来 他具有很多的法力 所以汉武帝也相信这一套 汉武帝呢 经常盖一栋庙 然后呢 把这个大神 就是鬼请来 然后进去跟他 跟他讲话 而我们的汉武帝求什么呢 求个人的长生不老啊 儒家跟你讲说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追寻一己之福 不可以追寻一己之福 你必须追求公共的利益 那整个活动 其实就是要建立起 儒家所认为的天子祭天地 汉武帝啊 其实已经在长安附近的 甘泉太寺跟分音的后土祠 分别祭祀了天神跟地神 那现在只是将两个祭祀所 搬到了南北郊 那这个是今天在北京 还留下来的北京的元秋 如果你有机会去北京 当然在天坛旁边 你应该去看一看 其实我也去过 我有照片 但是我拍的不好 因为我没有空拍机 那这种元秋 顾名思义嘛 它是元的嘛 然后一般来说 它有四层 有四层 那最上面这一层呢 祭祀最高的 最高的这一位上帝 那最高的这位上帝呢 根据儒家的经典 他叫做浩天上帝 浩天上帝的神主牌位 还放在天坛里头 如果你有机会去天坛 就可以瞄到里头 还有一个牌位叫做浩天上帝 然后还有第二层第三层 分别祭祀各种的神奇 这是一个万神殿 关于这点我就不说了啦 我就不说了 浩天上帝 那因此我说 祂是浩天上帝 然后呢天子济天地 调动万神 说来话长啊 我也说的模糊 我有论文 我自己是做教室里研究的专家 老师我有论文给大家看 那我要强调的结论是 这种啊济天 它是一个公共的宗教 就是皇帝执行 皇帝在祭祀的场合 以天子的身份去祭祀天地 他扮演了天子的身份 因此 有一个有名的辩论 就是中国的皇帝 是不是圣君 中国的皇帝 是不是圣君 这个理论 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其中有一位 已经过世的 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叫做张浩 那张先呢 当然是我们台大历史系毕业 所以是我的大学长 是你的 你们的大大学长 已经走掉了 它有本很有名的书 我名字背不晓 什么传统 《与幽暗议事》 你打张浩 幽暗议事就找到那本书 很好的书了 把它来念念 那他们都在关心 为什么中国没有民主政治 为什么中国没有民主政治 他的结论 我讲得有点粗糙了 当然张先没有我讲得这么粗糙了 我是把东西给简单化 他说 为什么西方有民主呢 因为西方相信基督教 基督教相信幽暗议事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幽暗议事 每个人至少是中等人 平凡人 而且幽暗议事 刚怀针也是 如果你找刚怀针 去当教育部长 教育部长 我突然间看到 原来 这个十万块 把它放到我口袋里头 这么容易 这么容易 我就放十万块 一百万 好像也不难吧 就放一百万 那你说刚怀针是个坏人 他在门污钱 你也不能这样讲 我污的钱都是帮我哥哥解决债务 帮我妈妈买房子 我太太很想一个貂皮大衣 其实我是个好人 这种就是所谓的权力使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最简单的民主理论就是制吼 那为什么要制吼呢 因为西方的民主政治 根本不相信那些统治者是好人 所以要制吼 而中国呢 因为中国都相信统治者是圣人 你有听过平凡人 组一个委员会来制吼圣人吗 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说中国就没有制吼 这种理论是错的 基本上是错的 不要再相信什么圣君理论 中国哪有个谁跟你讲他是圣君 你说有啦 有那个皇帝生日的时候 他上书给他说皇帝是圣君 那我也有啊 是不是呢 有时候这个期末考之前同学写信给我说 我是台湾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你也相信 对不对 这种场合你不要相信这种话嘛 那你说让我高兴一下而已嘛 是不是 而且是这个反正官场文章嘛 基本上在中国 皇帝是一个人 他必须在 他只能够在交四的这种场合 藉由这些仪式去扮演天子的角色 我会再讲扮演天子的角色 所以说他不是神 他不是神的同位格 然后公共宗教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就是他祭祀的是天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天是谁呢 到唐朝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有人问谁是浩天上帝 两千年的中国史 没有人知道谁是浩天上帝 如果西方是基督教国家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基督徒说 谁是耶和华 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人认识浩天上帝 因此儒家所祭祀的天 其实是一个公共的天 我后面会再提起 那当然另一方面我要讲快一点了 另一方面 因为我最主要讲佛教 在西元第一世纪以后 我们看到新宗教的出现 各位要知道 其实历史是不断在变的 不断在变 那我们的中国史研究 最害怕的就是朝代史观 就是你觉得一个新朝代出现 就变 没有这件事情 那我讲西元第一世纪以后 也讲得有点模糊了 因为宗教现象 我们也讲不出时间点了 但是另外一种新的宗教来了 这个叫做神仙宗教 什么叫做神仙宗教呢 就是你相信有神仙 而且这个神仙呢 他可以跟你个人有关系 你可以求他 你可以赶快求嘛 我要去美国考试啊 我托福啊 能够考一百分啊 拜托拜托啊 你求他嘛 他是你个人的保护者 而且你说 这种他是一个私人的宗教 这个神仙 他可以解救你 达成你的愿望 这种新的宗教 开始在中国流行 你当然可以去理解 当这种新宗教来了 儒家其实是很失败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汉代的儒教国家 你也可以说 这个是汉国家 他们在那里祭祀 祭祀这个儒教 你可以说这是儒教 因为他们采用了儒学原理 但是呢 但是 基层社会 的人民 并没有信仰这个儒教 你要记得 这跟基督教是很大的不同的 很大的不同 基督教当然相信那个基督教 所以说 我说他是一个国家宗教 那这是神词 地方上的人民 各自相信 各自的神词 他们可以在神词当中 神词当中得到他个人的愿望 所以说 要由这一点来理解 什么叫做儒教 严格上来说 没有儒教徒这件事情 就说 人民虽然说 上层祭祀儒教天子 祭祀了这位天 这是天子 你说天子 祭祀了天 但是人民 其实是 这是人民 他们是相信各自的 而新宗教当中 最为我们所讲的 其实是道教 那道教呢 我们说 它是一个制度性的宗教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这一套道教 它呢 你也可以说 它有自己的一套神学 有一套诸神的体系 跟神职人员 它自己有经典 它有拜神的仪式 它跟各自独立的神词 是不一样的 那当这种新的宗教 出现了以后 当然对于儒教国家来说 它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说 它是一个制度性的宗教 那这种你相信了 道教以后 你根本是属于另类国家 所以我说这是道教 开始出现道教国家 这个就是我整个学期 一开始跟各位讲到的 黄金之乱 你想想看 如果人民相信这些神词 无所谓 因此你也可以说 中国有极大的宗教自由 你在地方上 你相信你自己的神词 中国的国家不会管你 当然了 中国国家会去镇压 所谓的淫词 淫词 那至于你问我 怎么定义 什么叫做淫词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有些神词 中国国家说不可以 你不可以相信这个 但是一般来说 也就是说说而已了 中国国家也不太会做什么事 就说定义你是淫词 最好你不要去 那也不会怎样 那可是 当道教出现了以后 道教出现了以后 你想想看 这些道教 他在地方上 也开始出现他的神词 可是问题是说 这些神词 他们彼此之间 是有一个横的联系 所以说 那个当然 当然对于 汉国家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你只要想到 我一开始 跟大家讲的黄金吃乱 还有一点 这一点我也简单带过它 虽然说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那在这个新宗教的过程当中 那也就说要有 要有自己的 你可以说有一套神学等等 那儒教呢 儒教呢 于是呢 就有一批儒家 他们也在这整个思潮之下呢 他要建立起自己的宗教 你也可以说董仲书 并没有要建立自己的宗教 董仲书是要建立国家宗教 他要改变 他要做的是要改变 改变这个 他没有要建立起 下面的宗教体系 可是到了东汉以后 我们看到有儒家 开始在建立自己的宗教 你可以把这些人叫做孔教 新儒教 新儒教不太好 因为会跟13世纪的混淆 那这些人 他们也编经典 这就是所谓的伟书 他们也编了一套经典 他说这套经典呢 是来自于孔子 孔子编了这套经典 孔子就作为一个大教主 在伟书里头的孔子 是有特异功能 他可以站在彩虹上面 跟大家讲话 也就伟书了很多 于是呢 也出现儒家的教团 这个儒家的教团 表现在经学家嘛 你知道东汉有经学家 他们也会念经 念经 然后他们也有 他们的祭祀活动 就是祭孔 祭孔从什么时候来 其实研究了很多 好 那这些我们都把它带过去 我们讲到 我们想讲的 我最想讲的就是 佛教传来 佛教传来 那佛教传来是一个 日本史的用语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 蛮有意思的 那过去我们把佛教传来 就当成是佛教来了 但是各位要知道 佛教传来 彻底改变了 彻底改变了中国 改变了东亚 这几年来研究佛教了很多 原因很多了 为什么 这几年来很多人研究佛教呢 因为佛学的资料库 很好用 你们应该去学那个佛学资料库 再给各位一些资料了 那我有很多的学生专门在做佛教 现在做佛教的势力很大 我这种做儒教的都很可怜 没什么资源 这开玩笑了 那佛教彻底改变了中国 如果你不知道佛教 你就不能够知道 不能够知道中国文化 那很多人说道教 道教是一个本土宗教 佛教是一个外来宗教 这不是中国词的common sense 但是不能这样讲 这是对的 这种说法都对了 历史学不会有个说法说 他错了 一百年有人相信 人没有那么好骗 但是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层面 我讲这种新宗教 道教都跟西方有他的关联性 这个时期的 我们讲建陀罗 我们讲桂双等等 那这一些神的观念 其实跟希腊神学之间 有很大的关联性 我相信道教的这些神的思想 跟他的西方之间 有很深的联系 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做 那当然他是在本土 他在本土出来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佛教也是 那你说佛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 所有的神都是外来的 所以说佛教没有那么特别 今天我们认为佛教 它是一个宗教的体系 宗教的体系 那个是因为我们后社 去认为是这样 历史的当事人 他们只知道 又有大神来了 又有大神来了 而且这个大神是在中亚 这个跟他们过去所认识的神 没有什么差别 就像到了第七世纪 非常有名的宗教 叫做井教 井教 留下了一个井教流行中国碑 如果今天我考试 以前真的考过吗 大学入学考试说 井教是属于什么宗教 A. 伊斯兰教 B. 佛教 3. 基督教 4. 另外一个什么 你当然要选基督教 你要选基督教 你的答案是C 但这也不太正确 在第七世纪的时候的唐朝人 他们不认为 不认为井教是一个基督教 因为他们没有基督教这个概念 他们只知道这个教从西方来 顶多他们也讲耶稣 顶多有个十字教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该从这一点来认识 佛教传来 佛教传来有两个管道 那假设这是中国 这个是中国 那佛教到底是怎么来的 现在研究的人非常的多 那当然我们可以说 他是这样来的 当然还有从海上来的 所以现在研究人很多 那至少你要有这个知识 现在研究人很多 我们研究佛教 都是通过佛经 通过佛经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到 义经 翻译经典 翻译经典 其实在第四世纪以后 第四世纪后期以后 中国开始就出现了 翻译经典 翻译佛经 然而你要作为一个历史学的尝试 至少你学过了这一段 我们过去都会说 翻译佛经 是从梵文 把它翻译成汉文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整体来说 这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释迦牟尼的教训 并没有先写成梵文 是在口语当中 大家来说的 是口语 就是说今天我的老师 释迦牟尼的口语 我作为一个僧人 我到了中亚 我就不断地讲 我老师释迦牟尼说什么 然后再进入到河西走廊 到了中国来了 到长安来 然后他们就会讲 我的老师说什么 然后他们说的一套语言 他们说的一套语言 是什么语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我也断定不出来 或许是土火罗语 各种的语言 然后在长安这些场合 才通过口语 把它写成了汉文 所以说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佛教经典 不是梵文 而是汉文 那我们花了一两百年的时间 很多人想去寻找汉文 原来的梵文经典 在哪里都找不到 因为根本没有 那你必须等到 等到第六世纪以后 第六世纪以后 那这个中国的佛教徒 比来比去 说我这个 我传的真的是释迦牟尼 你传的那个是假的 释迦牟尼 那怎么证明呢 有梵文 于是才出现了很多的僧人 到西方去取经 这件事情包含 我们最知道的唐三藏 然而这些经 却是后来才有人开始 把这些经写成了梵文 写成了梵文 所以说现在我们大体的历史的知识 认为佛经最早从口语 那口语是什么语 铃铛别论 变成了我们所说的汉文 所以说佛经主要就是汉文经典 梵文经典非常非常的少 还有佛经的第三种语言 现在也是一个热门的 就是藏文 留下很多藏文经典 是现在在研究的 好那对于 今天的我们来说 宗教是一个领域 那好不说我可能 我做一个基督徒 我上午来上 白天来上课 晚上跑到教会 去做一些活动 那我有一个领域叫做宗教 但是这种现象 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的 其实也是值得讨论 那我们对于宗教的认识 太多来自于基督教 我们对基督教的那个想象 好比说假设 今天如果有人开始想象 那这些佛教到中国来 我们讲佛教传来 那他们怎么样传教 佛教那些高僧怎么传教 你想到可能是基督教 在台大门口发传单 叫人来啊 你要不要来 今天来 大家来聚会 发传单 不是这样 那佛教的传教 其实一直是通过神 我们讲宗教 宗教祭祀所 或者你说宗教的场所 我在这个地方建立起一个宗教的场所 人民就会通过社区的联系 到我这个地方来进行某种宗教的仪式 你应该这样想 那换言之 对于古人来说 其实他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我住在 我住在今天的大安区 这个大学里 那我们这个礼呢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礼社 一个社 然后我就在那边附近 去拜拜啊 各种的 然后甚至我出生啊 死亡啊 跟他有关 就是这样 那你跟我讲 这个有什么信仰 所以信仰本身 也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你可以说基本上没什么信仰 那信仰是你必须根据一个教义 比如说同学 你们可能有宗教信仰的这个选择 或者忧虑 我到底应该信佛教呢 基督教呢 什么一贯道呢 这才是宗教信仰 那你信仰一个以后 你就属于 属于那个宗教 可是对于古人来说 他没有这种 我必须去选择一个宗教信仰 这些事情 那我也可以这边拜拜 那边拜拜啊 是不是呢 同学们跑到日本 还去拜那个日本神社啊 那这种怎么去理解 总而言之 那是很有趣的事了 我再回到啊 这个佛教 当然他做一个外来宗教 没有问题嘛 那在洗道当中 也说他是一个宜教 所以说他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 就是跟着这些 从西方 到东方来的 胡人团体嘛 他就是一个 胡人团体的宗教 那这个胡人团体 到了兰州 他就在兰州这边 建立一个 他们佛教的 祭祀的场所 你可以说叫做庙 那就这样进来 那第二个 当然第二个 的方法是 在东汉的时间点上 在今天的中亚 像阿育王 贵双 这几个keyword 在这个时间点上 贵双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那他们的国家实施了佛教 他是一个佛教的佛教国 我们相信这一件事情 应该在东汉洛阳朝廷也知道 就开始有这一些佛教的僧侣 从中亚到了洛阳 然后来跟汉朝廷的官员说 我们的神比较够立 我们的神够立 希望你们能够改信我们的神 那对于这一些 东汉朝廷的皇帝官员来说 他们有没有佛教这个观念呢 这个也很难讲 你只能说他们相信 他们相信有一个 从中亚很远的地方来的 反正外来的和尚都比较会念经 你回到东汉以前 哪一个宗教人士说我在地呢 没有说我是在地的 你看到春秋战国 尤其战国的也都说 我从外地来 从很远的地方来 所以对于这个时期 时间点上 佛教没有什么那么特殊性 就是说对于接受的人来说 那我们相信 在东汉当时的人相信 他们知道有一个很强大的宗教 在中亚据说那个他们的神很有力量 那于是东汉的民地 曾经接受了这些人的建议 就是后面这个 赦摩藤跟主法兰 他两个人 你也可以说这两个人 其实也就是方式 跟秦始皇所相信的方式 其实没有 在观念上没有什么两样 就跟他讲说 你建一个我的神的寺庙 你去拜他很有效 这个有功效 于是就在今天的洛阳 建立了据说是中国最早的寺院的白马寺 但是你问我汉明帝 汉明帝是不是佛教徒 我个人不相信 他不是佛教徒 那这个时间点上 什么叫做佛教徒 也很值得讨论 因为对当时的人来说 其实他们是有神词信仰 你可以去这些神词 那佛教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神词 那至于说你可不可以去认定 其中的一个神词 是我主要的庇护我的神词 的另当别论 但是我们相信 汉明帝也没有 可以追查出来的 可以讨论出来的 第一位中国的佛教徒的皇帝 应该是东汉的环帝 时间在147年 这个时候贵双的高僧之楼家 来到了洛阳 我们也相信汉环帝 他相信了佛教 也就是他帮他盖一个寺庙 然后说这个寺庙 是庇护他的最主要的寺庙 然而你问我 老师 这个有没有宗教问题 你如何能够成为一个 儒教的统治者 一个祭祀儒教神奇的人 你又相信佛教呢 这个到底有没有矛盾呢 你问我 我问谁 这就是历史事实 历史上有这么多矛盾的事情吗 历史学家没有必要帮他们去断案吗 历史学家也不是法律学者 跟他讲你这是错的 反正这些东西都可以存在 但是你还是可以讲嘛 那公共宗教 好像是可以不同的 那当然 有这几年来 有很重要的做佛教史的学者 我会给大家论文 供大家参考 这些 其实我给过大家讲天王的时候了 那 至于有佛教史的学者说 东汉环帝 因为效法阿育王啊什么的 然后开始在中国实施了佛教国家 这应该是错的 没有这件事情 那 东汉环帝个人应该是一个佛教徒 但是他不可能在中国实施佛教国家 他顶多就是在洛阳多盖几个佛寺 下令各个地方去盖一些佛寺 允许盖佛寺 你盖了佛寺以后人民就会去拜嘛 我也跟大家讲嘛 当时的人民根本没有什么宗教 他们没有宗教的这个观念嘛 宗教这个界限是我们有的嘛 他们没有嘛 那就像同学们一样嘛 是不是呢 除非你今天在台湾上 除非你是基督徒吧 伊斯兰教徒当然更是了 我想你跑到 很多人跑到日本的神社 在那边求要去拉个圈 你一点违和感也没有嘛 甚至还能跑到靖国神社去拜嘛 你一点违和感也没有 那古人也是这样嘛 但是你要说 环帝建立起了佛教国家的意思是 他作为一个佛教最高的赞助者 庇护佛佛教 然后让全民都来信佛教 绝无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发生在环帝的时候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的 那时间点 时间点来到了第四世纪的湖族国家 那当然这些湖族国家建国 湖族国家建国 而这些湖族国家的建国者当中 像石勒 他们是洁湖 我也说洁湖出自中亚 所以说他们的信仰 可以泛泛的就把说成是佛教了 佛教 那还有这些在中国西边的底人 腔人 我们也都相信他们是佛教徒 因此这些湖族国家的 这些湖族政团 他们担任了中国的这些国家 什么前秦 前兆 这些国家的君主 他们当然就是佛教的君主 你也可以去回忆 回忆 我跟各位说过的天王这件事情 因此当然我们可以相信 第三条所写的 他们受佛教庇护与赞助佛教 他们或许也会认为 他们的成功跟胜利 是因为得到佛教的庇护 或许在他们某次战争当中 他们向佛教 对佛来求 结果佛呢 他们相信佛保护了他 所以说呢 他们就开始盖庙 这些都可以去理解 所以说像我这边写的 石乐 福尖 跟第三个写的姚心 都是非常有名的 佛教的领袖 然而其中的辩论是这样吗 也就是石乐 福尖 跟姚心 他们到底有没有把他们所治理的国家 变成是一个佛教国 或者是佛国 这个才是一个辩论 那你要问我 当然没有 你也可以说 在当时的中国 有两大类人 一类 你可以把它叫做胡人 或者更正确的说 应该叫疑人 那这些人 很多是相信佛教 那他们执政以后 当然会为这类人 大量盖佛寺啊 让他们可以去佛寺当中 去祷告啊 那这个 反正这是我拍的啦 那就是我有一年 我在敦煌看到墨高窟 其实很感动啦 非常非常的感动啊 那或许你有机会 也应该去看看墨高窟 墨高窟很容易看 其实你只要飞机飞到兰州 兰州在坐 兰州在坐一个电车 很快就可以看到 看到墨高窟了 那你可以想象 怎么样在前情开始啊 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 荒凉的地方 能够在这些石洞上面 去造成这样 那个不是一个宗教信仰 大概真的是很难想象 所以说你应该要高估啊 高估这个时代的 这个佛教的信仰 那这些人当然他们受佛教的庇护 也赞助佛教 我一直在讲 他们受佛教庇护 然后赞助佛教 他们赞助佛教的方法 就是多去造一些佛教的 一些设施嘛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包含寺庙啊 包含这些时事啊 等等的 这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是借国家公权力 来推行佛教 这个跟东汉很不一样 东汉他没有 没有 没有使用国家公权力 你顶多就是朝廷特许 去建造几个寺院 如此而已 而到了胡族国家 是公然 就使用了国家的公权力 去推行佛教 但是他不是佛教国家 因为他没有要让所有人 变成佛教徒 而且我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 也会以偏概全 你不要忘了 还有另外一种宗教 在民间散播 那个叫做道教 只不过我没有去特别的提他 道教并没有输掉 他们在民间传播 第二个我们看到 石勒跟福坚 他们去视察太学 而且在这些儒教的太学当中 还去讲儒家的经典 这些现象同时存在 换言之 作为上层的儒教国家 祭祀浩天上帝教寺 这些在胡族国家当中 并没有中断 一直维持着 这就是我说的儒教 其实它已经是一种公共的宗教 皇帝作为天子 去执行这件事情 面对的所谓的天 天地上帝 如果有具体的名字 叫做浩天上帝 这个上帝到底是谁 祂的功能性质是什么 其实根本不是很清楚 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我下面会谈到 那你可不可以认为 这位天是根本就是一个 无人的天呢 无天呢 这个都很难去推论 就像我们这边看到 他说他们叫天王 那这个天王的天 是一个胡族国家的 至上的天神 那因此 我今天在儒教国家 祭祀天的时候 我不需要把它给废掉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 胡族国家 它的上层 其实仍然是一个 儒教国家的体制 那至于你问我 老师 那他们有如何的热情的 去推动这一套 儒教国家的体制呢 我也很怀疑啊 因为呢 即使是所谓的 汉人的皇帝 他们是不是都在 经常扮演天子的角色 在祭祀 我也觉得很怀疑啊 我是这方面的研究者 我常在想 这个儒家 设计这一套祭祀制度 如果你有兴趣去看 第八世纪的大唐开元礼 你去看到皇帝呢 他要祭祀这么多 从大年初一开始祭祀 到12月30 那祭祀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这个 这个栽戒 必须栽戒 十四天 七天要栽戒 我常在想 如果这个皇帝啊 他真的认真 非常虔诚的 在继续这些事情 他一年啊 365天啊 大概有200天呢 在栽戒 在栽戒 栽戒就是你要在一个房子里头 前面几天呢 你可以处理公事 但是呢 到后面七天呢 你必须在一个房子里头呢 去冥想 那立刻遇到一个问题嘛 他后宫有这么多的皇后啊 妃子啊 那他怎么办 那他怎么办 我想他这跟出家没什么两样嘛 虽然说我有一点在开玩笑 那你后宫有这么多 后宫家历三千 但是一年当中200天再出家嘛 不是嘛 不可能有人做这件事嘛 我不太相信啦 就算唐朝的交释呢 都打发那些宰相 你去做好了 皇帝没空啊 所以说他们到底到底有没有认真 有没有认真在祭祀这一位儒家的天啊 真的是令人怀疑 但是这个制度却一直留到了末代皇帝溥仪 袁世凯要登基 也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交释 袁世凯举行的这一次交释 还有影片 你去YouTube看好了 他们怎么样进行 然而这一套仪式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啊 怀疑 很多人跟我讲说 老师啊 这个儒教根本不是宗教嘛 那就是一套仪式嘛 我们5月20号就看到我们总统就职嘛 那总统就职当中 到底哪一个是宗教 哪一个是仪式 你要怎么说呢 我觉得台湾最有趣的 就是向那个孙中山宣誓嘛 向孙中山宣誓 以前这边 你要知道我们台大的骄傲 是从战后以来 1949年以来 我们台大的教室从来没有出现过国父跟其他政治人物的照片 你不要觉得理所当然的只有我们台大守住了政治跟学术的分界 所以我们在台大教室至少从我念书过去 我们没有看过有任何的政治人物的像 这是我们台大的骄傲了 那宣誓经常是跟着对着孙中山宣誓 我常常在想 为什么要对孙中山 孙中山也没有灵啊 孙中山是一个神吗 我们国家有认为孙中山 你干嘛向孙中山宣誓 那你只能说这个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嘛 就是一个 你说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宣誓 按着圣经 按圣经宣誓 那个是基督教啊 你按圣经宣誓嘛 你要跟着那个神父啊 那台湾也没有 所以说中国的这一套教室里 如果有人跟我辩论 因为我是专家啦 有人跟我辩论说 老师啊 它根本不是一套宗教 我也觉得有道理 你要从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去讲中国的人文精神 而不是先否定它是一个宗教 是说它是一个宗教啊 但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呢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一套教室里 一直实施到 元朝也实施啊 北魏也实施啊 那个托巴龟上台 他也说 他也说我实施了教室啊 所以说我是魏啊 魏的皇帝啊 因为我成天命啊 天晓得你到底实施了什么教室啊 你拜的那个神到底 天到底是谁 那他都这样讲啊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公共的开放的 而他配合着汉文行政啊 俊宪制啊 官僚制啊 所以说他建构了上层 那我就说啊 这就是一套公家的体制 他一直维持住这套公家的体制 那下面你可以变来变去 元啊 清啊 元清他们都实施交释啊 他们都在实施啊 都在记这个浩天上帝啊 可是那到底是谁呢 这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了 如果各位还有兴趣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 石勒啊 福坚啊 他去视察 这个太学跟主持讲经 转换的是北梁 北梁是一个重要的转换 然后我们来看北梁在哪里 北梁在河西走廊的中部 在这里 这是河西走廊 敦煌在这里 那他的北梁在这里 而北梁的体制 北梁的体制呢 你可以说他完全是一个中亚佛教体制 你有兴趣 反正你现在查查就可以知道 北梁的统治者是谁 虽然说在中国史 我们把北梁纳入所谓的五湖十六国之一 但是你要知道那是后人的分类 好比说后人把北梁纳入五湖十六国 那就是中国嘛 你可以说就某个意义上是中国 但是五湖十六国却没有包含高沟里嘛 那这种分类到底对不对 你一定要检讨 你不要被分类者把你拖着你的鼻子走 那北梁基本上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他就是一个外国嘛 他是一个中亚国家嘛 那你怎么说他是中国呢 你说因为他跟长安政权后勤之间有点关系 这个到底算不算呢 就跟灵异一样嘛 你说在今天越南中部的灵异 你也不会把它归类为 归类为一个中国的国家 那为什么灵异不是北梁式呢 这就是历史学当初的学者唐朝啊 他们做了这个分类嘛 那他实施的是中亚的佛教体制 这个体制就是我说的几个关键字 就是佛王转伦王跟佛国 也就是北梁的统治者自认自己就是一个佛王 具有神格的佛王 至于这位佛王如何具有神格 是什么样的神格 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另外一个领域去研究 然后这种佛王最经常的称呼就是转伦王 关于转伦王的研究很多很多了 很多很多 我可以再给大家相关的研究 那早期的经典的研究就是我的学长 已经过世的康乐先生 你打康乐转伦王 搞不好Google上面都有PDF档 康乐 这个康先生当然这个英年早逝了 快走掉了 很可惜 对魏晋南北超市研究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 那他讨论过转伦王 那也就是说北魏的君主跟石乐啊 福坚啊 姚新啊 不一样 就说他们是一种中亚的佛教体制 他采取中亚佛教体制 他自认为自己就是跟佛有某种同位 或者是基本上他拥有某种的佛的性格 那这种话说出来 这种话说出来 就不太容易正确去说他 反正你去看相关的研究 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北梁就是一个佛国 人民就是一个佛教的信徒 这跟基督教国家比较像 所以我才会说北梁体制 已经不是一个我所说的国家宗教 我讲的国家宗教就是上层就是儒教 那下层你没有必要是儒教徒嘛 所以你不能说东汉时期中国的人民是儒教徒没有 中国的官员是儒教徒了 人民没有是儒教徒 他们信仰各自各自的神词以及神奇 那对于儒教国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下面的这些神词也被制度性的宗教给统一了 那就是他的危机嘛 因为你本来是分立的神词 现在变成统一的宗教 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 那当然就是抗争嘛 会出现各种的政治问题 那国教不一样嘛 国教我们最典型的就是基督教 我在西方的这个十五世纪的英国 我一出生我就受禁啊受洗 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嘛 我的国王呢就算是某种基督教的 这个说王者庇护者嘛 还有大主教 这种佛国的想法开始出来了 那北梁的体制在第四世纪后期 一直到第五世纪的初期 它代表的是当时的一种新的中亚的体制 就是国教的出现 国教的出现 我也跟各位讲过国语的出现嘛 所以说当时有两个现象 一个就是一个国信仰 一个宗教 国君作为这个宗教的大教主 或者是祭司 而所有的人民都信仰这个宗教 都必须要信仰这个宗教 所有的人民都必须要信仰这个宗教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境内不可以有别的宗教的场所 就这个意思 就是你不可以有别的宗教的场所 那北魏出现以后 那北魏太武帝就是在四百三十年代统一中国北方的这一位 北魏太武帝 关于北魏有几个你应该要知道的皇帝嘛 第一位就是拓拔归嘛 那北魏道武帝嘛 那第二位就这一位嘛 北魏太武帝嘛 那当然你一定认识北魏上文帝嘛 就是这几位嘛 那在这个时间点我看最近还有 最近我在FB上也看到了 最近有人在研究的 其实就是北魏的灵太后嘛 灵太后 灵就是那个上面一个雨的那个灵嘛 灵太后 就是很多学者开始注意到 那我特别要讲到这个 为什么要特别讲到灵太后呢 其实中国的历史没有女帝 我不能讲没有女帝啦 有啦有个五则天啦 但是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女帝 但是女主却以别的方式出现 你要记得这样的一个原理 中国没有女帝 但是不代表女性政治人物 没有主宰中国的政治 这是两件事情 只不过他们以太后的方式出现 太后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慈禧太后 他们其实是变相的女主 他们是以妈妈的皇家的妈妈的身份 在治理国家 在治理整个天下 那北魏有许多的政策 其实是这些太后 而且有趣的是 这些太后很多是汉人嘛 汉人 那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 老师曾经要我们去算这个 北魏孝文帝 如果说我们说他是鲜卑人 这个词汇不太精确啦 从我来说 但是我们就用它好了 那他是鲜卑人 他到底的鲜卑人的 血统的比例有多高 很低吧 十六分之一吧 三十二分之一吧 那如果他妈妈是汉人 然后呢 他爸爸的 他爸爸的妈妈 他奶奶也有是汉人 你就算算看嘛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我把话题岔开啦 跟大家讲到这个 拜林太后 那北魏孝武帝 他的政策是道教国家政策 他有一个年号叫做太平真君 太明白了 那你问我为什么 他要实施道教国家政策 你问我 我问谁 没有史料会告诉你这一点吗 我是史料学派啦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历史上的答案都不会在史料当中告诉你 你要去研究啊 你要去研究他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研究他呢 因为你没有问题意思啊 那我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然我只能跟大家讲 北魏太后帝 或许他要建构鲜卑认同 这是一个鲜卑的认同 那过去的佛教 或许是一个中亚脉络的关系 或者认同 不管是截截胡底腔 那现在的北魏 太武帝的北魏统一了华北 把包含北梁在内的这些人给征服了 那或许他们不愿意采用这种中亚体系 但是他要采用一种北亚体系 但是甘老师这样讲呢 我讲的也心虚嘛 因为那你跟我讲说老师那北亚的这个体系 跟中国的道教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或许你可以看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事实很明白 就是他要实施道教 那历史的研究的困难在哪里呢 刚老师讲了半天啊 跟你讲啊 就是说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先卑嘛 先卑要压制截胡嘛 那截胡这些人都信这个佛教嘛 那他就不信嘛 他就要信道教 讲的还蛮有道理的 但是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嘛 是不是呢 就是朝廷当中呢 这个时间出了很重要的道教领袖 在拓跋市的拓跋这些皇帝的身边 给他很多的建议嘛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历史学研究 就更有趣的嘛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嘛 没有什么大道理 你不要从那么困难到 你就推他身边有哪个人嘛 那他的 这个北魏太武帝的身边的重要的人 姓道教嘛 他就跟着姓嘛 就这样 所以历史学很有趣了 那只不过我们史料不足嘛 史料不足 是不是呢 以前这个总统要就职的 我经常想说 这个李登辉啊 跟一个宋楚瑜啊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或者跟他们两个吵了半天 为什么他们要吵架 以前不讲做情同父子嘛 很好啊 我想说是不是哪一天 他们在国民党的这个中央党部 两个人抢停车位吵了一架 从此就分手 就闹反 我当然在开玩笑 但是历史学这都有可能 我们不知道了 那我们就要试着这样 那北魏太武帝 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情 就是灭佛 这个叫做三五灭佛 三个叫五的皇帝开始灭佛 他第一个时间在446年 经过六年 452年 他就死了 每个人都会死嘛 但是你就诅咒他嘛 就是因为你灭佛嘛 那你相不相信的 我也不知道 那灭佛政策就结束了 结束以后就180度的转回来 那为什么他要灭佛三个五 太武帝 北州 北州五帝 这个北州的五帝 还有唐的五帝 五中 基本上我都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灭佛 但是我只能说 其中的一个外在的原因 是因为国教的想法越来越盛行 或许吧 北魏太武帝 他灭掉了北梁 他灭掉了北梁 但是呢 他也受到中亚国家的观念的影响 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要有国教跟国语 北魏太武帝也推行了北魏国语 就是我们说的鲜卑语 或许他也想推行国教 对于一个新的统一了华北的这个政权 或许我们可以去体会他内心的恐惧吧 很恐惧 那这些恐惧 我突然间得到政权了 吓死了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那退行国语吧 退行国教 或许吧 你可以去想想这些有趣的事情啦 如果你的历史学研究也推不出来了 你就写小说嘛 你写一本小说嘛 讲这个北魏太武帝的内心世界 你去做做看嘛 你只要在序论的时候 你就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这本是小说 我根据历史去推论 其实你可以这样想 你可以这样想 我尽量忠于史实 但是我很多地方推论 不许 蛮有趣的 大家努力啊 历史系的同学 那从文成帝开始呢 就推动了佛教国家政策 180度的转换 那最明显的就是在大同的云刚石窟 这个是最有名的云刚石窟 我没有机会去了 应该去看看这个卢瑟纳佛 据说看到人都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感动 想想看就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有多难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 你只能说 为什么要去盖这些石窟呢 就是国家的建构本身 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 你要有一个多大的精神力量 去支持这些胡族统治者 去建立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他需要精神上强力的支持 所以才要建一个这样的大佛 就是你可以去理解这样的动力 那还有就是云刚石窟 还有就是五台山 他们开始建立五台山 那五台山的一个理论是说 在中亚或者印度的这些神佛 他们会到东方来 东方来会在这个地方建立起 他新的根据地 新的根据地 那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北魏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要将在中亚的佛教世界的中心 移到北魏 一个在云刚石窟的平城 一个就在五台山 也就是说如何把佛教的世界的中心 从中亚转来 这是北魏文成帝以后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业 北魏孝文帝到底做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不太容易推断 不太容易推断 他跟佛教的关系 算研究的也不少 我也跟大家讲过 北魏孝文帝的中国政策 那其中的一点就是从西郊到南郊 那这个也是康乐教授的著作 你可以去参考他的书 叫做从西郊到南郊 拓拔的国家本来是在首都平城大同的西边进行祭祀 这个是一个鲜卑的传统 等到少文帝迁都洛阳以后 就把这样的祭祀改到洛阳的南郊 因为儒教国家的祭天是在南郊祭天 所以说这个叫做从西郊到南郊 许多学者都说 这个就是一种中国化儒教化的政策 这个当然是对的 但是我们要再进一步去讨论它 就是北魏孝文帝在南郊的时候 他祭祀的这个天到底是什么天 到底他是什么天 许多人认为根本就是佛教的天 就说你祭祀的根本就是那些佛教的诸天之神 也就说你今天进行的那些仪式本身 你参考了礼记 这个周礼 但是你祭的那个对象本身根本就是一个 儒教之神 而且你祭祀的仪式本身 甚至很多鲜卑的传统 关于这一点 我想这几年来相关的研究的一个代表性的学者 就是北京大学的罗欣老师 北京大学 看罗欣老师一直非常的活跃 他有好几本关于北魏的书 大家大家都把它拿来念一念吧 我想代表最前沿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谈到北魏政权的属性 中国性非中国性的有趣的问题 然而历史现象就不是两分嘛 历史现象本来就是很有趣的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认为他们祭祀的根本是一种佛教的天 这就是我说的天的公共化 历朝呢都在教寺都在祭天 那到底你记的是什么天 我相信这个蒙古人记得根本是蒙古的天 清朝人记得是清朝的天 但是上面都写后天 后天上帝 那这是一个 那当然另外一点就是 我想在洛阳的龙门时空也反映了 也再次的反映了北魏 他要建立起一个佛教国家 整体来说 北魏要以洛阳作为佛教世界的中心 洛阳嘉兰记 那本系的退休的老师周伯堪老师 他曾经讨论过洛阳嘉兰记 周伯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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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念去找洛阳 我都念嘉兰记了 如果你要念洛阳嘉兰记 你高兴了你高兴就好了 反正这种 我想他本来要让你念加了 但这个加呢 嘎 他本来让你念嘎这个音 但是后来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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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我今天的普通话呢 或者国语呢 就是念成且嘛 所以你要念洛阳且兰记 你就念了 没有任何问题 就像瑞士 其实翻译这个词人很明显的要念碎 碎嘛 那碎就是原来 那今天的闽南语 或者说台语 其实那个词念作碎嘛 就是他本来念这个音 可是我们现在都念瑞士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它念碎士呢 反正高兴就好了 那洛阳嘉兰记呢 其实就在讲洛阳这个地方 如何是 如何是佛教的中心嘛 佛教的中心 那周伯刊老师呢 这个刊应该是这个刊啊 对不对 我写错了 这个刊对不起了 这个刊 或者说你老了糊涂 把他名字写错 那他说你今天啊 那这个 你今天看到101啊 我经常在教室休息室看101 我是一个看101的人 我每天都要看101 很快乐 那做台北人看看101吧 那101有个斗知识嘛 就是他有七天嘛 他跟着七天的彩虹变 红成黄绿蓝嘛 所以今天礼拜一嘛 你看到那个灯就是红的嘛 红成黄绿蓝 你不知道 台北人看 你住在台北嘛 就台北人啦 家人去哪里随便你 你就看那个灯 所以你没看到灯 今天红灯 然后礼拜四就是绿灯 就照着 那你看到 那洛阳嘉兰记这些 这些佛塔 据说你在 你在城外实陆 你就看到佛塔 那个是很感动的 你应该去想象 那个是很感动的 他把这地方建立起洛阳 洛阳根本就是一个佛教的中心 其实学这个地方很多 那个京都也是啊 京都也是啊 很多人说这个 什么圣德太大化革新 我们会讲大化革新 日本人讲 日本人讲大化改新 大化革新建立了一个 建立了一个中国的京都 奈良 京都跟奈良 其实第七第八世纪以后的 京都奈良根本就是一个佛教中心 今天你没有 你不带偏见的去逛京都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儒教中心 不会吧 你会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佛教的中心吗 那这几年 这个有手机 我经常去一个佛寺 就把他拍照 拍照 回家定位 因为我从来 我会忘记 我到底去了哪一个佛寺 每个佛寺都长差不多啊 我也不再记得 洛阳要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 他的圣山 他的圣山 在五台山 这个时间点上 再往后 差不多时间点上的南京 梁的南京 南朝的南京 有诗说南朝 南朝江南有四百 有四百多个寺院 我相信你在那个时间点 你到了南朝 也是到处都是佛寺 中国正在面临的一波 你也可以说佛教化的整个运动 那这个佛教化运动 当然没有 从来没有消失过 但是因为六百一十八年 唐朝的成立 才做了很大的改变 这是历史当中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 印度化的南方 我曾经绣了一张图 跟大家讲印度化 印度化 那印度化你也可以说 就是一个泛文的世界的出现 那有很多的研究 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跟大家提到 第三世纪以后 以印度东边为主 作为一个发源地 我们看到印度文化 向全世界 全世界扩散 那当然 我前面跟各位讲过的 所谓的心息来说 当然我 这个我自己 这个从来也不反对 我自己是一个心息来说的人 因为在二零年代三零年代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人说 息来说 那二零年代三零年代的 息来说说的太夸张了 那个很容易就被打破了 说皇帝 Yellow那个皇帝 皇帝是巴比伦的王子 骑了一个马车到中国来见过 那个随便就被推翻 那当然那个不可信 三零年代以后 新中国的史学出现 新中国的史学背负一个使命 就是要建构国族的历史 所以说很刻意地去强调了 所有的中国文化 都在中国境内发生 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为什么经过了将近一百年 很多人相信 你要知道一个很多人相信的东西 都不会是完全是假的 人没有那么好骗 人没有那么好骗 那他一定有他部分的道理 那些人的确也举出了很部分的道理 但是呢 我们从尤其从90年代的DNA研究 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当然另外一个研究就是文化交流的研究 我们越来越知道中亚是什么 中亚的研究给我们很大的刺激 那当然也是这几年内亚史发展的一个很重大的契机 那内亚史的人都很讨厌我们这种做东亚史的人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是在东亚都吹着从内亚来的风 各种 那我们今天只是我们不知道中国文化有没有再回去吗 回去 回去影响波斯 这个目前的研究不太清楚 我也不做这个主张 因为我不知道 但是的确我们应该更重视的是中国域外对于中国的影响 然而这个完全不贬低中国文化它应该要有的价值 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受外来影响 中国只是没有例外 那在整个文化历史的研究当中 中国例外说是一个很不好的研究的范式 那许多人都会讲中国例外 中国例外 那西方如此中国例外 我个人不是那么反对很多东西中国有它的特色 但是并不能够先去做一个中国例外论 我想全世界的文化都一样 都是互相互相影响 互相的影响 那尤其是一个地方会有所改变 会有所改变都是因为域外文化给了它影响 这个域外文化的影响更直接的说 其实是移民嘛 那你也可以说我这一派的人更会强调移民的影响 而不是中国去向西方学习嘛 不是向西方学习 就说今天中国派了一个使节跑到西亚 不是这样是移民进来嘛 移民进到中国来 历史上有这么多源源不断从中亚进来的人 我们也不用去赞美他或者不赞美他 因为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第一人当中肯定有很多这些人的祖先嘛 那这些人进到中国来就把中国文化带进来 你知道文化一定是透过人作为载体才会进来 今天不一定嘛 今天我要学美国文化 我可以去耶鲁大学留学五年 我学到美国文化 我又载域归国 可是在古代不会是这样的 会是人移入嘛 那这些人移入以后 他就是本地人 那在我过去就有个 我认识的一位我的FB的朋友问我 他问我什么叫做杜来人 杜来人是一个日本史的用语 是一个日本史的用语 那他最主要指的是古代 你说古代戏元前第三世纪 什么叫古代 这个我们不太能够断定 他从朝鲜半岛跟中国 一路到日本的人 我们叫做杜来人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那杜来人的研究 为什么那么受到重视呢 因为在1940年 日本的皇国史观中呢 他们说日本是在自己的好山好水当中 独立成长的日本文化 绝对没有受到外来的影响 尤其是中国 那1945年以后 日本的新的史学 开始反驳这种说法 他说日本大量的 有所谓的杜来人进到日本来 把今天在中国朝鲜半岛的文化 甚至是先进的文化 带到了日本 然后或许会跟大家举过 这位学者叫做官皇 到了1960年 更有这位官皇 这位学者再次的为杜来人的研究去定位 他说不是日本受到杜来人的影响 杜来人其实就是其后的日本人 这些人进到日本就成为日本人 我想日本现在很多人都可以追踪到杜来人 所以说什么叫做外来 什么叫做本土 你要从移民 这些人成为华人 中国人 汉人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 所以说回到印度化 那我们应该更重视的 因此我们应该有个更开放的态度 去理解中国如何受到境外的影响 不是什么东西都在境内自己出现 那当然嘛 就像我个人认为新儒学 新儒学 我经常在想 虽然说很多人会对我的这种说法 很不以为然 我经常在想 为什么朱熙啊 朱熙呢 他能够创造出新的儒学 我想说因为他在福建海边嘛 那他到底在福建海边遇到了什么 伊斯兰教徒 你为什么不认为 你为什么不认为是伊斯兰教徒 你说他这个很大胆 我也知道大胆 反正不是我也没要做这个研究 那我反正你去做嘛 但是就算今天朱熙 他在今天的福建沿海的港口 西坡市 遇到了广义的伊斯兰教徒 他受到了伊斯兰的一神教的某种教育的影响的刺激 所以说他想到了新的儒学的进展 这个进展本身还是儒学的进展 还是要无学家去做它嘛 只是说这个刺激 这个影响是什么要说的 那印度化 印度化 在 这个时代 第三世纪以后 我跟大家讲 Seap Pole City 海港式的出现 这个海港式的出现 不只是海港 甚至包含长江流域的河港 河港 这个我认识的一位武汉大学的学者 叫做卫宾 太平 卫宾 太平文章在讲 这个今天武汉的时候 魏晶南北朝是武汉的时候 应该南北朝的下口这个地方的一个港口 你应该去大陆的期刊网可以找到 我未来找一找在哪里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海港式的出现 海港式 长江下游 各个地方的海港式 然后你可以看到中国南方的人 根本是坐船旅行嘛 坐船旅行 这是你不要把这些事情看得理所当然 南传北马不是一个形容词 是一个真的 那你看到这些地方怎么样把它合在一起 Seap Pole City嘛 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佛教或者印度教的僧侣 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第三个就是梵文 梵文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梵文 不是大家去讲梵文 没有这件事情 谁会去讲梵文 而是说使用梵文的文字 或者你说字母来拼写语言嘛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证据 看到南方开始使用梵文 或者他的字母 如果你用这个词汇的话 来拼写口语 但是这些运动都在唐朝成立以后被消灭 那你可以想象谁会用梵文去拼写口语 肯定是佛教的僧供 他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 传教啊 传教啊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一些证据是天台中 天台在浙江 武台在山西 天台 僧人 他们去拼 那为什么呢 他去拼口语啊 去传教啊 后来都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是因为隋文帝再次统一中国 所以说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隋文帝的统一 南方一定是不同的面貌好不好 我不知道 这是印度化的南方 那在这个时间点上佛教的僧侣越来越多 只不过我自己不算是一个佛教的研究者 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也不愿意把它讲得很确定 我分不清楚这个时间点上南方的佛教跟印度教的差别在哪里 我分不太清楚 就到底哪些我们应该把它算成是佛教 哪些把它算成是印度教 因为南方的佛教不是都从中亚来 都是从海上来的 你要记得从海从越南上来 所以我们分不太清楚 我分不清楚 你应该这样讲 不是学界的人都分不清楚 是我分不清楚 所以你应该把它搞清楚 当时的一个最大的辩论叫做沙门不敬亡者 反正你学会这个词 你就到期刊网去查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所谓的沙门 就是佛教的僧人 他们跟亡者之间到底要不要致敬的问题 其实这就是我讲的 这个儒教国家 儒教国家跟他下部的神词之间 儒教国家的理念 你的神词的宗教理念 你当然要致敬亡者 当然了 可是佛教他自己是一个制度化 制度性的宗教 他觉得他不可以敬亡者 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我相信你只要到期刊网打沙门不敬亡者 你就会陷入这个辩论的整个浩瀚的大海 去讨论这个问题 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了 解决的方法就是皇帝 你就成为沙门的领袖 是不是 那谁做了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梁武帝做了这件事情 梁武帝 我已经放过一张照片 跟你讲梁皇法会 梁皇法会 那这位梁武帝呢 他好几次出家 那到底他出家是什么意思 我个人也觉得可以再讨论 他不是出家去当和尚 每天去敲墓云 不是这样 那他出家以后继续当皇帝 继续具有皇帝的身份 他出家以后是沙门的最高的领袖 这不是印度化的宗教的结果吗 那你问我 为什么梁武帝要做这件事情呢 我常在想 就说这个跟北方在造这种石窟 这种云岗石窟 一样 你也可以说到了 到了第五世纪第六世纪 其实汉朝已远 汉朝已经很远了 根本没有什么用 那新的国家应该要如何 你为什么没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你相信永恒的汉朝 你决定这些人 反正他们内心应该很平静吧 反正他就是见中国 我想没有吧 他内心很急躁吧 非常的急躁 那他不知道他应该要怎么办 因为新的局势呢 要有新的体制嘛 那他们共同想到的就是佛教 他们要建佛教国 你看南北都在建佛教国 所以说 我以前审查过一些讲第五世纪的论文 就讲什么中国啊 中华啊 汉代 我常想说真的吗 真的吗 那你看1949年国民党从南京到这个地方来 经历也没多久 是不是呢 你看台湾的变化有多大 大家都把过去都忘了 所以我常在想一个时代如果过了一百年 你还会记得过去的事情吗 你还会想要回复到汉朝 没有吧 他们想要新的时代来了 那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时代 三百一十一年勇家之乱 到这个时间点上两百年过去了 两百年耶 我们中华民国苟延残喘 到现在才一百一十三年 两百年很久耶 那新的国家应该如何呢 我觉得他们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你在讨论第五世纪的时候 你应该有新的观点 这个时代是中国最分裂的时代 前面 你说往前可能还一百年 这个离统议已经一百多年了 未来再次统议 但他们不知道再次统议 那还有一百多年 所以这个时代他们在想什么 那梁武帝做了这个菩萨戒 他到底要做什么 那为什么我不知道呢 因为他的政权被推翻了 很快的猴警之乱 他也被抓了 所以我推不出来他要做什么 那他的政权就毁了 那接下来陈霸仙啊 这个陈朝也没多久 他也被灭亡了 所以你问我说老师 他做了这个什么沙门 这些佛教国家 什么我也不知道 没有办法让他实现 还有一个有趣的是 北周五帝 北周五帝 北周五帝在五百七十年代 再次统一了北方 那这个北周五帝呢 他曾经召开三教论坛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还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做这个研究 你要听干老师给你讲 这个三教啊 是儒教 道教 佛教 但是这个儒教不是我讲的这个国家宗教的儒教 这个没什么好谈 国家宗教的儒教 交涉啊 这个一直在上面 那国家宗教呢 要读什么 礼记啊 论语啊 这个都不会改变的 这个儒教 这个儒教呢 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这种新儒教跟孔教 也就是在东汉以后的一些儒家 那他们去模仿学习 我这句话讲的也有点 有点不是很确定 你说到底有没有 anyway 他们看到道教这么兴盛 那那些道教徒啊 他们说他们有什么原始天尊 他们都是师生团体啊 什么天师啊 然后他们有经典啊 那这些儒教的图呢 他们说他们也有经典 那你问我为什么不以六经五经 作为他的经典 因为这些经典是公共的 是儒教国家的 礼记 礼记啊 你说上书啊 诗经啊 义经啊 不是儒家所独有的 你要记住我跟你讲的 他不是儒家所独有的 所以这些人他要创造自己独有的 所以这些书叫做尾书 你不要看这个尾书好像经尾 你知道一直到隋文帝废掉了尾书 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尾书的地位并不会低于经书 政府做很多的决定 是根据尾书来做决定 一直到隋文帝把它给废掉 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看到尾书了 因为后来就散掉了 日本学者曾经去编了尾书的集成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尾书 但是都是后来编出来的 然后我们说他有教团 有念经 有忌孔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儒教 是这个儒教 是这个儒教 不是我讲的 我讲的国家宗教儒教 但是这两个又很近 又一样啊 很多地方你又一样啊 那他决定 他曾经开过三教论坛 三教论坛 他决定三教的顺序是 儒教 道教 佛教 这个是很有趣的 所以说北周五帝呢 他要建立他的国教 这个国教 不是这个国家宗教 是我讲的这个新的儒教 应该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反正他也没实现嘛 我说应该是这样 别的君主讲佛经 他却去讲这个佛教经典的礼记 就是宣告 他宣告 他去做了一个宣告 这三教当中的顺序 一个很重要的是 他去宣告 他是儒教徒 你可能听起来好像 没什么奇怪啊 中国不是从汉代以来 才不是呢 中国的皇帝没有是什么教徒啊 他只是执行一个公共的宗教去祭天 他不是儒教徒啊 而在北周五帝的重要的事情是 他宣告皇帝是儒教徒 那你是儒教徒 当然你就不会是道教徒 也不会是佛教徒 所以他也不会去佛寺啊 等等的 那这个是破天荒的 应该是 就是说他是一个很特别的 在五百七十四年所举行的 最后一次三教会议当中 北周朝廷决定灭佛 于是呢 开始把基层社会的这一些佛寺呢 全部把他给毁掉 毁掉僧人把他赶走 但是这个时间点上 也是北周灭掉北齐的时间 所以根本在作战 也在作战 然后到五百七十八年 宇文雍死了 这当然你要去讲 你看那些佛教的经典 都说这也是被诅咒嘛 谁叫你要灭佛 而灭佛政策实际上终止 继承他的是随文帝 随文帝大力推行佛教 那随文帝推行佛教 更是一个学术研究 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这个就让随唐使 这个断代使去教你们了 而且你可以参考一些文章 那这些讨论啊 目前这些讨论我做一个结语 他在史料上很困难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根据 佛教的记录 就是唐朝到宋朝的佛教的记录 那这些佛教的记录 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没有说的很过分 好比说把每个皇帝 都把他当成是佛教的皇帝 这一点是我们在进行 史料批判的时候 如果你将来要做方面的研究 你要注意的 这是废话嘛 你所有的研究 一定要注意这是谁说的 这是历史学的principle ABC嘛 就像你看到甘老师的日记 甘老师每天都说 甘老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 太伟大了 太了不起自己都吓一跳 那你自己挖到日记200年后 难道你会说 跟老师是伟大学者吗 没有这些事情啊 好那这就是我跟大家提过的 关于佛教的讨论 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再见 再见